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求主耶稣圣灵 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好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主耶稣 今天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也恩高你不配的仆人 分享你的话语 让我们大家都得到力量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第七节 圣经说 我们有着宝贝 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哇 这个经纪很有意思 我们有着宝贝 有些人呢 初心耶稣的时候呢 很想过完美的生活 然而当他们发觉 也不可能 完美的生活的时候呢 就感到非心奢望 有些基督徒 是决定 无论遇到任何的密境 也不退属 但当他们发现自己 无法面对困难的时候 就感到非心奢望 即使基督徒 想要过公义的生活 无义的念头 却常常从心里冒出来 即使他们 决定不忧力 要在基督里 过得胜的生活 却仍然对人生感到 荒免 甚至呢 只是遇到 小小的问题 圣经说 我们是瓦器 即使我们靠着 对基督的信心 得到了 洁净 我们仍然是瓦器 无论我们的信主多年 不论是十年 或二十年 我们都不会从瓦器 变成 清美的 淘气 身为瓦器呢 我们仍然 气象 以顺服 肉体 而我们气象 顺服 而顺从 肉体的情谊 眼目的情谊 精神的骄傲 我们是否 永远无法改变 我们是否 仍然有盼望 是的 虽然我们 无用如同瓦器一般 但当耶稣基督 进入我们的内心 我们就拥有祂 荣耀的能力 耶稣不再 服于瓦器的外表 祂只看 瓦器里的宝贝 耶稣基督 基督教的信仰 是难以理解的 基督教 基督徒可能看 是将死 却又复活 可能看是贫穷 却享受富足 可能看是跌倒 却又爬起来 可能看是失败 最后却又得胜 因为耶稣基督 在我们里面 如同瓦器里的宝贝 当我们 失败或绝望的时候 祂永远支持住我们 在你信仰的生活中 或许时常感到飞心 奢望 有时你看是天使一般 有时你又像魔鬼一样 不要为了自己飞心伤气 而要记得 自己是瓦器 当你有基督徒 基督如同宝贝在你里面 你就会充满祂的能力和胜利 过着得胜的生活 不要定情在自己的转弱上 要定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宝贝就是为了 弥补瓦器的转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记得 当我们拥有耶稣的时候 我们有着宝贝 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 出于神 所以这个不是出于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仰望神 让我们邀请耶稣 活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每天祷告主耶稣 求祢圣灵带领着我的生活 一大清早我们就祷告 主要求祢圣灵陪伴着我 求祢圣灵牵领着我 求祢圣灵带领着我 求祢圣灵帮助我 我爱祢主耶稣 祷告 好 文吉基督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祢今天这么疼我们 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呢 可以聆听祢的话语 可以得到力量 因为祢陪伴着我们 主啊 求祢活在我的心里面 不要离开我们 原谅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得罪了祢 我们犯罪 主啊 要恕我们 我们感谢祢 我们奉一顺命祷告 阿们 是在祢主啊 夜里的国将领阳当中 天地国将领 祢前领阳当中 你知一人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在我生命如同在天上 愿你光降临 地上如同在天上 地上如同在天上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在我生命如同在天上